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收听不到有意思 我是净嫌 今天要问Tim 他当门名叫蓝亭 他是美国毕斯堡大学的博士 他学的是心理学 还有心理人类学 还有哲学 不过他当台湾30年前就来了 是研究计划是基同 这什么样的连结 Tim 你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的台语并不是很好 抱歉 不过你中文真的好好 来多久了 我来台湾30多年 30多年 他来台湾的研究主题 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 你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动机来到台湾 其实当时在1970年代在美国有一个Prinston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 他写一本书是有关意识 意识 但他特别是强调某一些情况 如果是临床方面的有一些思觉是调整的病人 像以前叫做精神分裂的病人 他偶尔会觉得他讲的话 他的一些行动 还是他脑海里的一些想法 不是自己的 是来自别的地方 可能来自一个手机 可能来自一个神 对啊还有技工啊 说法很多就是 说法很多嘛 那就当时我很单纯的就是想要了解 怎么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 像现在跟主持人坐在这里 他觉得他是他 我觉得我是我 那我们旁边的人也觉得他们是自己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患 也有一些不真的是病患 他就是可能很健康的人 他偶尔会觉得这个不是我 那我就想要了解 神经系统在那种情况之下 有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现在如果你去大的医院 你会看到有PET啊 有MRI这些扫描断层 这些各种各样的贵重仪器 当时是没有 只有脑电波 所以我当时来台湾 也是透过一个人的介绍 那他就跟我说台湾有很多当机 那Kidang以后就会变成是他的感觉 他的感受 对 不是自己讲话 而是可能三太子啊 可能是激公活佛 可能是哪一个王爷啊 都在讲话 所以我就前面我花了一段时间设置去把医院学好 再来就去了解去认识环境 那因为一般年纪比较大的 他可能你要带他去医院 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太多独立有医院的那些 可以做脑电波的那些分析 那我就带他们去 我都叫那个比较年轻的 他自己也想要了解自己 所以我带他们去医院 然后他们就在医院发作 然后我就当下 我就做那个脑电波 记录看他有没有不一样 这样 我坦白跟你说 我个人一直都认为 我当时的那个研究是失败的 所以就 如果说有一个很明确的 你说神经系统的有什么什么 很明显的变化 没有 没有 但你有 那你怎么去定义你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因为你已经找到台湾的冬季了 那他是年轻的 他有医院要配合 要了解说 30个 好 我身上发生什么事 你说你找了30个 那也去了一个适当的医院 你说是 那时候台北铁路医院 去铁路医院 在火车上后面 可见多久了 在大同区 对很久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住那里 可是你做了30个后 下面你会定义它是失败的 如果说今天又会去做 那时间跟空间解析度比较好的机器 那说不定会看得出什么 但是当时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原始一点的仪器 那所以就 所以如果回去看那些资料 就还是很不容易说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我觉得我这辈子我就经常去找那些 受案不容易找的 所以原先做动机器 那现在我专门做植物人 那受案不容易的 好 所以说从动机 因为那些当中的设备 各方面 好 那没有一个 算是实验成功的结果 那到后来是转到植物人嘛 不过有一个重要决定 就是你留在台湾 是 是留在台湾 不过我中间又回去几次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脑电波 所以我后来我回到美国华盛顿大学 在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 那就是PET 其他那些比较先进的那些 贵重的那些扫描 断层的那些仪器 我是那个时候才去学 那学完以后还是决定要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 对 为什么 如果说是80年代啊 那是一个台湾人还想往美国跑的时代 应该大家都想往美国跑的时代 为什么又选择回来 其实有很多理由啊 有一些不是那么方便去讲的 但是我觉得 已经是台湾的1990年代 那台湾 我个人来看 是一个转换的时间 非常宝贵的时间 而且说起来历史上 没有很多类似台湾这种例子 那个时候就非常重视民族化 而且很重视言论自由 而且很重视人权 那是一般也没有说太多外面的压力 来强迫台湾走这条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所以你有观察到 那个809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跟言论自由 其实很多是为台湾人自己争取的 是台湾人自己争取的 他是一种靠自己的自由 真的是靠自己的自由 确实是如此的 而且另外一个特色 也有暴力的案子 很不幸 但是相对于很多其他的国家 台湾的那个过程是没有那么的暴力 我觉得这个是 人生有机会观察到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值得坚持的 你也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在那个时间留在台湾 然后参与的这个过程 那像你讲说为当机的研究 一般来讲 我想做一个台湾人 我看到那个当机 我会有点紧张 可能就是前阵子 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个同学 他是当机有一个叫机身 他必须是这样子的频率 他真的会忽然间变成三胎柱 然后小朋友就是支支乱交这样子 那当然那时候我觉得 没有解答 那到现在你转人是做植物人的研究 那植物人 因为现在植物人的 发生的状况很多吗 现在植物人还算相当多 就是他可能各方面 老婆什么都会受伤 创世基金会的那些相关的资料 还有很多护理之家 都有都有 因为健保制度的情况之下 当然健保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差不多三十天就要出院 那如果说你本来是昏迷 后来你的眼睛展开 那你恢复有入睡醒来的这个周期 那你就变成你是植物人 那就差不多三十天就出院 那你以后会不会有好转 医生也很难解断 那你怎么看说像 这植物人的一直持续 这个在台湾也是一个 当然有制度的支持 但是你去研究他是希望说植物人是不是有意识这样的研究吗 还是 因为我们根据一些已经发表过的资料 百分之四十以上是被误诊的 他实际的情况他不是植物人 那他是 多多少少他的意识水平都已经是提高了 那而且 已经有很多例子 躺在那边许多年 躺在那边旁边的人讲的话 都听得很清楚 他已经是清醒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透过语言 透过动作 透过眼球的移动 而跟外界沟通 所以他只好就躺在那边 等于是锁在他的身体里面 这个Tim 他这个讲得很好 你被锁在你的身体里 但是你出不来 出不来 因为没有透过肢体的行动 就没有办法 那怎么去观察 他是有这个意识的 如果说是先去评估 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台湾 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提到我的中心 就医生和大脑有意识研究中心 那还有我们有成立一个研究所 就是专门做相关的研究 我就被医心脑所跟心脑学程 我们是全台湾到处都去观察 所以包含金门 包含屏洞 我们的病人就到处都有 所以第一次去评估 就是做一般全部都是临床的 看行为而已 所以好比说在他的耳朵旁边 我会声音很大 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应 也会试着去刺激他的眼球 看他有没有一些反应 也会捏他 捏他的身体的很多部位 看他有没有一些反应 那目前一般临床方面 就是一些量表 那一些根据那个量表 打一个分数 那如果说视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如果听觉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如果痛觉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就是被认为是植物状态 而且意识的特色本来就是 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查 所以后来特别是80年代 90年代研发很多新的仪器 台湾大部分的大医院都有 PET都有MRI 那我们就有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用这些非侵入性的方法 去看他的神经系统的变化 非侵入性就是不用去动刀 不用去动到他的 不用动刀 侵入他的身体 可以去检测 说他没有表达出来 可是可能在身体上有什么样反应 所以好比说 如果你的动作 你没有办法表现什么 我可以叫你坐在这里 你用想象的 好比说你用想象的打网球 你用想象的 那神经系统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他的讯号的变化会很明显 人跟人之间的那些变化 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来 你就要有一个是可以当作是yes 然后另外一个去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用想象的当作是no 你可以决结跟他的大皮靴沟通 好来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Tim 南婷 他是台北医学大学 研究的是意识 是脑科学研究 心理意志 其实这听起来很专业 可是其实 用的我们先苦兵的人 这种沟通听起来蛮有效的 这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因为研究台湾的冬季 因为那时候对外国人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会吸引的一个 一个异性的一个状况 到一定要求植物人 但我们有谈到 像植物人他很多 有一个不同是台湾有健保支持 那Tim你怎么看台湾的健保 美国的话植物人状况会怎么处理 台湾的健保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 我个人来看 相对于我成长的那个环境 美国的米苏里州 你再怎么穷 在台湾你都看得到医生 都可以被照顾到 对 美国是不一定的 所以我是 为什么 为什么 美国没有任何类似全民健保 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他是有推动一个 有一点类似 那就他包含的东西 没有像台湾的健保那么多 所以这一点如果说我个人可以决定的话 我们当然也了解任何制度都有它的有缺点 那我也我们都了解台湾的健保制度有它的缺点 但是我会尽量想办法把健保制度的优点也是使用到美国 但是有点不幸 用到植物人的话 我觉得照顾也是蛮好的 但是很多植物人被误诊的 是因为一般的减断是看它的言行 所以我们才会就下决心 我们就病人 我们就是用各种各样的那些扫描的方式 看它的脑神经系统里面 比如说代谢 血流这些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免得差不多30天要出院 那如果说家境很好啊 可能就回家 然后你的家人都有足够的经费 足够的资源可以好好的照顾你 那也经常回诊 但是很多人就最后就变成就躺在护体这家 因为本来就是最起码看言行啊 看不出人还在 心脏还跳 他还有办法呼吸 还可以活下去 但是看不出那个人是不是还在 所以如果说我可以 我并不是说法律面的那些一些规范 我并不是深入的了解减报 所以我没有资格谈那个 但是如果一个很单纯的期待 我对我们自己的研究的一个希望是 我们能够确定透过这些扫描的方式来定一些指标 所以你被减断之前 你出院之前 我们比较容易跟病人的家属说 到底有没有希望 还是希望有多大 还是他现在 这些代谢也跟健康的人也没有差太多 还是血流跟健康的人也没有差太多 以及一些其他的我们的指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好 这个Tim 他的研究里面 我觉得让我们对植物人 他说很多的paper有写出来 植物人有40%有可能是误诊 那这个我们很shock 因为我们是外行的 我们看起来植物人都一样 他就是躺在那里 没有反应 然后可能有的很亲的 照顾的人会很坚信说 不是的他还在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说不定他的说法 不会被其他人支持 因为他太靠近了 个人看法变这样 那有没有办法用各个医学 各个科学 而能够制度化去让 有些人是真的有机会 在跟外界沟通 我真的说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调整 当然这个是超过我能够处理的范围内 我们现在所做的还算是临床实验 所以好比说有任何人来参加 我们伦理道的立场 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强调 扫描 不真的算是严格来讲 不算是简断 因为是临床实断 那临床实验的时段 而且我们服的药 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说 这个会治疗 你的这个意识障碍 但是有一些进展 那我是希望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 我是希望健保制度 也能够做适当的调整 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像老人家 他后来就被送到暗阳中心 那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可能因为那个时刻 去看就越来越少 就变成一个人顾铃铃躺在那里 那基于他又可以呼吸 好像又存在 是 那没有人知不知道有存在 所以这实在是 是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 甚至家里有这样的长辈 也是一个痛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 去面对跟处理 那今天我请问你说 因为我们在讲说沟通嘛 我们在电影上 大家要看到的都是说 有一天他忽然坐起来了 还是手指开始动 那这个是可能的吗 是有可能的 一般如果说用现在的标准 我不敢说这个是绝对的 但是如果说比较年轻一点 那持续没有超过五年的话 而且一般身体的功能都还好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是你们家的人 还是你所爱的人 你在他们的旁边 要记得很可能他还在 所以还是尽量说正面的话 好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 应该怎么面对 你说还是因为他可能听得到 百分之百肯定不是全部 有一部分是听得到 所以不要在他旁边 讲一些很丧气的话 是 让他难过的话 是 我觉得这点好重要哦 因为久了 你会把它视为就是 他不知道吗 难免 而且到了不久以前 因为毕竟以前 也没有这么多方法 可以去研究他的脑 那所以就很多人以前 把他们当作废人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现象 也可以了解 因为躺很久 也没有什么反应 对 现在我们就很清楚 很多人还在 所以很多人还在 所以讲了很多 让他听得很伤心 还是说我们真的会 会觉得病人没有反应 就在旁边讨论起病情 什么都会 所以这些 如果说是 你们所关心的人 你们所爱的人 你的家人 就还是讲话小心一点 那请问 不敢 因为刚刚这个Tim在讲的是 实验研究 所以这只剩一个计划 当然也感谢 北医生和医院 也感谢科技部 也感谢国务院 对 所以我正在想说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个资金去支持 之前是需要的 所以这样的计划 是需要 那个国家的支持 如果你容许我说 我的一个希望 好比说一般的 某一些公立学校的一些机器 他们不能用到病人 那如果是一般的医院 如果是他临床就很忙 那我的期待之一 是我能够买到一台 专门用来做研究的 临床方面的研究的一台MRI 不过它是一亿多 所以是相当大的 而且我们的中心 不只是做植物人 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 思觉失调症 肇愈症 忧愈症 我们都有做 所以随时都有 临床实验在进行当中 但是因为每一家医院 他都要顾虑到 一般临床的门诊的 所以那是我的一个希望 希望如果说 有人就刚好 他有多一个意义 能够捐到北医双核医院 大脑有医学研究中心 非常感恩 还是你哪一天捐到就 这个机器真的像 路边是买不到 是很贵 我今天很谢谢 这个蓝亭教授 Tim Lane Tim Lane Tim Lane 在台湾算是 民主也算是植物人的时代 一直见证到 哇跳跳的时代 今天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你 谢谢 波段无艺术 最精彩热灵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 我们都听得到 听说 我们都听说 帅